我是个全网黑的女艺人 没人知道我嫁给了好评如潮的影帝 影帝想公开恋情 我阻止了她 影帝想公开婚姻 我又阻止了她 影帝想公开有孩子了 我又又阻止了她 颁奖礼上 主持人 获得这次的最佳男主角后就是大满贯了 作为最年轻的大满贯男演员 你有什么获奖感言吗 影帝实在是憋不住 你们怎么知道我有孩子了 很高兴 众人 影帝 是的 是龙凤胎 快一岁了 颁奖礼直播过后 微博瞬间爆炸 锦号影帝秦泽 影婚生子锦号 锦号影帝龙凤胎锦号 锦号大满贯最年轻的影帝锦号 等一系列热搜迅速冲向前景 在热搜前面一个大大的暴字 虽然在几年前经历了某顶流公开恋情瘫痪以后 微博服务器承载力好了很多 但是依旧瘫痪了两分钟 再次刷新 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我眼前 是我的死对头 锦号林晓回国锦号 我点了进去 林晓发了一条微博 两年的沉淀 是为了成为全新的自己 我回来了 配图是一张在飞机上的自拍 林晓是当红小花 在两年前事业上升期突然说去国外进修 当时有很多人表示不解 不过好在是演员 有作品在就会有流量 在这个时候 林晓发出这样的一条微博 点开了评论 在粉丝排列的整齐的 啊呀呀 女神回来了 元宵永相随之的对形中 还夹杂着一条这样的评论 秦影帝刚自报有孩子 林晓就发微博说自己回国了 而林晓在下面回复 恭喜秦泽获得大满贯 作为朋友我很高兴 这一条评论下的留言瞬间爆炸 我被女神翻牌了 我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什么朋友 怕不是女朋友 每一条后面都是五六万赞 这么一条含含糊糊的评论 更是让大家将他们两个人联系到了一起 我这照片中那张让我印象深刻的脸 则还敢蹭 陷入了某些不太愉快的回忆 这时门口传来的动静 那个全网都是他名字的 热搜当事人秦泽进来了 他脱下西装外套 大步走过来准备抱住我 老婆 我好想你呀 半天不见如隔三秋 连庆功宴都没参加 我就回来了 老婆 亲亲 我摇摇手中的手机 挑眉 秦泽想抱我的手 愣在了空中 反应过来 我看见了 立刻换上一脸讨好的笑容 你不是答应过 我不公开吗 解释一下 秦泽点了别嘴 满脸的委屈 完全没有刚刚在台上嚣张的样子 老婆 讨好的说道 可是老婆 我没有说是谁啊 应该没关系吧 最后几个字说了有些迟疑 你是没公开 可有的人在迫不及待地蹭你热度 我把林小微博下面的评论给他看 秦泽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这些评论在乱说什么东西 谁跟他是朋友了 我立刻去澄清 你澄清什么 是说林小不是你女朋友 还是你是打算跟大家说 其实是你的上一部作品 今年满一岁 秦泽像个孩子一样 有些不知所措 别急 不是有人想蹭吗 他想蹭就让他蹭 我倒要看看他脸皮有多厚 脸越厚打起来才越想 老婆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吗 秦泽听见我这么说 立马狗腿的凑了过来 我服额 谁敢相信 在外被称高领之花的高龙影帝 在家是这个样子的 影帝又发微博了 很抱歉 我不公开我的妻子 他说他要靠自己站到我的身边 我尊重他的想法 他说我见过最独特的女孩 我爱他 年少的喜欢 现今想起依旧欢喜 网友A 年少的喜欢 难道是影帝上学的时候就喜欢的人 网友B 天哪 我看见有人扒过林小和影帝同高中 网友C 楼上的 我证明是真的 我姐也是那个高中的 有毕业照 瞬间 微博再次瘫痪 而这一次 警号秦泽林小警号的名字排列到了一起 不少营销号迅速整理网友们扒出的细节 秦泽和林小的高中毕业照 大学也是同一所 影帝和林小曾经合作的戏 影帝的自拍背景和林小相同啦 等等 还配上各种图片 各种时间线梳理的明明白白 林小说自己出国进修 实际是去生孩子了 而影帝虽然说不公开 但是心疼老婆为林小付出铺路 似乎成了大家公认的事实 发完微博的秦大影帝 看着营销号乱转 紧张地看着我 生怕我生气 我吃瓜吃得津津有味 拍拍他的头 做得不错 秦泽发的微博是实话 在我答应他跟他试试的时候 他就恨不得公开我 当时他还是个流量明星 事业在寻求突破口 我知道你有粉的强大 阻止了他 后来他事业越来越好 想要公开 我不想一直在他的光环之下 不想被人说靠老公红 又一次阻止了 再后来我怀孕了 秦泽又一次想公开的时候 此时我已经成了全网黑的对象 怕影响秦泽的事业 所以我又又阻止 我在事业和家庭中纠结 在我第一次看见 必抄理那两个小小的生命 我决定生下他们 我突然消失两年没出来 很多人都以为我被骂到退圈 还有人说我的消失大快人心 这次我准备反击 他现在风头正盛 没怎么费功夫 就打听到他 最近准备参加一档综艺演员之路 不论你是有多部作品的前辈 还是一张白纸的新人 都可以参加 门槛不高 但是直播的形式很新颖 听说节目组 为了请林小费了一番功夫 我让经纪人帮我拿到这个综艺 虽然价格极低 但是我无所谓 一开播 有林小这个流量在 人员不断的观众涌了进来 在大屏幕上 有实时观看人数投票 为谁而来 林小的票数遥遥领先 我看了看自己的人数 嗯 得益于这么多年的差评 人数也不少 开始就是自我介绍 然后随机回答弹幕的问题 到我时弹幕大多数都是 我的天哪 这种只会数12345的人 居然也敢来参加 笑死人了 你这种人还有演技吗 真当互联网没记忆 火了以后就把 带你出道的钱被删了 你可真不要脸 还好意思出来 你这种咖位还耍大牌 拍戏用替身 真是越胡越作怪 之类的 则在家被秦泽灌了两年 很久没这么被人骂过了 刺耳 但是我还是保持微笑 挑了几个正常点的问题回答 而到了林小时 画风跟我完全不一样 女神 你突然去国外 是不是生孩子去了 好想知道你们恋爱的细节呀 我的天哪 影帝是从上学的时候 就开始追你了吗 林小看见这些 不肯定也不否认 只见他甜甜的一笑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想要证明自己的演技 请大家期待吧 弹幕更是疯狂刷着 哎呀呀 证明自己 实锤了 女神好棒 明明嫁给那么好的男人 还要努力靠自己 好上进 相信林小一定会成功的 自我介绍完 到了下一个环节 分组 这次节目和以往不同的就是 分组完全是由观众投票决定 屏幕上出现了几部热播剧的片段 接下来会给观众十分钟进行投票 投票结束 我被分到了一部古装剧的女主的角色 这部剧的热度多年以来居高不下 被誉为不可超越的经典 往往这样的戏 就像磕烫手的山芋 稍微有一点失误 都会引起群愤 我客套的说了一句 笑死 他不会真以为大家喜欢他 才给他这个角色吧 这个剧本台词最多 我看他到时候还会不会12345到底 哈哈 真的是普信女 自己什么样 心里没点数吗 天哪 怎么去悠悠这个花瓶演 不要回我的电子榨菜呀 看到这些评论我依旧保持微笑 林小被分到了一部仙侠剧 那边依旧是跟我这边画风相反 女神 就该演这种又美又鲜的角色 女神加油 这个角色太适合女神了 上午的环节录制结束 下台的时候 林小走到了我身边勾起嘴角 然后伸出了他那只白皙细长的手 好久不见 去悠悠 我微微点头 好久不见 休息室 拿起手机 看了一眼 一堆微信消息 点开一看全是秦泽 他因为颁奖里的事情 近期工作被经纪人推了 正好这段时间在家休息带娃 哎呀 我老婆真好看 居然这么多人乱说 气死我 呜 我开小号了 但是骂不过他们 老婆亲亲我 有老婆喜欢的角色哎 等着 我去给你投票 其实这些网友还是挺有眼光的 投老婆演这个 WOC 他们是不是有病 居然是这样想的 老婆加油 狠狠打他们脸 最后一条停留在刚刚 老婆 不是录制结束了吗 怎么还不回我消息啊 委屈脸 我看了哭笑不得 让他的影迷看见了他这样子 怕是分分钟脱粉 我回了一句 对面立刻叮叮叮 开始消息轰炸 安抚完秦泽 助理正好将午饭拿来了 我先吃饭了 我也想和老婆一起吃 老婆不在 一个人都没胃口了 好想去找老婆啊 录制的地点就在本市 乖 晚上等我回去吃饭 嗯嗯 坐等 JPG 下午的录制比较简单 基本都是在录演员被词 对戏 这些往常在幕后的东西 一下子被搬到台面上 引来了不少人观看 下午录一半的时候 林小给在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都点了咖啡 网友纷纷说 我们林小果然是小仙女 人美心善 第二天早上 看见闺蜜凌晨四点 给我发了条消息 你看这照片上的 是不是林小 我店里的男模发给我的 我赶紧转发给你了 图片上 林小穿着录节目时的 黑色的紧身连衣裙 嘴上叼着一根烟 旁边一个长相清秀的男孩子 在给他点烟 前面的桌子上 放着不少空了的酒瓶 谢了 我默默保存了照片 赶去了节目组 一进门 一个摄像机就怼到了脸上 这个节目还真是把 全程录制贯彻到底 林小素颜来的 一进门看见摄像机也有点懵 但是很快调整过来 哎呀 让大家看到我的素颜了 我们演员进组 都是不化妆的 昨晚看休息的有点晚 是不是很丑 你别说 配上她那两个黑眼圈 还有薇娅的喉咙 还真有点丑 果然 弹幕粉丝自带滤镜 纷纷开始心疼 女神要注意休息呀 女神超美 天哪 这两个黑眼圈 昨晚一定熬很晚吧 太心疼了 如果女神是普通人的话 是不是不用吃这么多苦了 太不容易了 林小看着那些弹幕 微微一笑 没关系的 我只想展现最好的作品给大家 这些不算什么的 说完脆弱的一笑 更是引得弹幕嗷嗷叫 我已经坐进了化妆室 看了看这边的弹幕 这就是对比 人家林小熬夜看 你看去悠悠的样子 一看就没努力 这么早 还化妆来 真做做 一点都不自然 真麻烦人家化妆老师 还得卸妆 然后就看见化妆老师拿着粉扑 一边在自己手上拍一边说 你这皮肤是真好 素颜不上粉底液都行 弹幕 这打脸也太快了 我脸好疼 那有什么用 长得好看 想办法消水肿遮黑眼圈 因为考虑到有新人 所以第一期节目 要求相对宽松 每组都有两小时录制时间 可以NG 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录完就行 时间到了以后 无论你录制到什么环节 都必须停止录制 和我合作的一位 是演艺圈的老前辈 大家都喊她红姐 红姐演的角色是皇后 还有一位是个小网红萧綦 才18岁 对演戏完全没有经验 她饰演的角色 是皇后唯一的儿子 也就是太子 性格懦弱 萧綦长相白白净净 穿上那套服装 再加上有些懵懂的眼神 还挺符合角色 第一场就是我和她的对手戏 我刚说完台词 轮到萧綦时 她眼神茫然的望着我 然后一脸抱歉 对不起 本来就有一堆网友 准备看我笑话 瞬间弹幕飘满 红姐太惨了 一组中居然有两个不行的 这个网红谁啊 连一句词都记不住 红姐十惨加一 我和红姐安慰她 昨晚对戏不是挺好的吗 别紧张 想象你就是太子 把你想说的说出来 又是了两条 还是不太满意 红姐拍了拍萧綦的肩膀 没事的 这样 先拍我和悠悠的对手戏 你先在旁边缓解一下情绪 多深呼吸 时间一点点流逝 还剩最后十分钟 我们这一组 现在还差最后一个镜头 女主在被心爱的人伤害后 终于心冷 这是她的一段独白 也是台词最长的一个部分 嗷吼 还有十分钟了 这组肯定拍不完了 这有啥拍不完的 说12345 几分钟就完事了 虽然但是 没人觉得 其实曲悠悠刚刚演的还行吗 楼上的是曲悠悠脑残粉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 在心里默想了一遍台词 迅速进入情绪 对导演轻轻点了点头 恭祝吴皇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祝吴皇坐拥万寝江山 勇响无边孤独 说完最后一句台词 我跪在店前行了一个大礼 抬头的瞬间 一滴眼泪顺着我的眼眶滑落 卡 很好 一变过 导演的声音 把我从剧中拉了出来 太棒了 姐姐 小姐在一旁疯狂拍手 我还沉浸在戏中 眼泪忍不住流 红姐拿着纸巾 到我身边安慰我 时间还剩下五分钟 原本一堆来看热闹的网友 集体沉默 十万人的直播间压去无声 突然有人猛砸了66个嘉年华 紧接着一条亮闪闪的弹幕霸屏挑过 看见没 悠悠一条过 那些说她只会念12345的打脸了吧 弹幕一下子又热闹了起来 哇 惊献土豪 我要录屏 不得不说 曲悠悠刚刚那段很流畅 这实力 我相信12345说的不是她了 有人注意到她最后那滴泪吗 虽然镜头隔得远 但是我觉得好美 好心疼 你们都是曲悠悠买的水军吧 台词不是基本的吗 就这也吹 顺便安理一下我家林小女神 就是 做好最基本的还背夸 你们不会一直在吃没看那边吧 你们女神那边要把我笑发财了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又纷纷涌进林小的直播间 时间到 卡着最后一秒 林小那边的导演站起身 捏了捏自己的鼻梁 重重的叹了口气 差不多行了 刚进直播间的网友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都在问怎么了 弹幕太多 大家一时半会儿搞不清状况 带着一脸疑问 上午的直播结束 我刚回到休息室 秦泽一个电话打过来 宝贝 想我没 我好想你 我哑然失笑 别贫嘴 刚刚那个嘉年华是不是你刷的 对呀对呀 虽然我骂不过他们 但是我家宝贝打他们脸 我高兴 语气里满满的骄傲 在秦泽还缠着我聊天的时候 休息室的门 砰的一声被撞开 我把手机屏幕扣在了桌子上 林小站在门口 用他那厚厚的粉底 都盖不住的黑眼圈望着我 是不是你花钱买热搜黑我 我一脸疑惑 想到了刚刚回来的路上 听红姐说了点 大概猜出什么情况 瞄到了他后面 天花板上的摄像头 记上心头 你在说什么呀 我没有 不是你还能有谁 一边黑我一边捧自己 你也不看你这个替身配不配 我刚进卷 没戏拍的时候 不承认就有用了吗 黑我你也比不过我 你个胡咔 我装作委屈的低下了头 看我不说话 林小直接跑过来 抓住了我的肩膀 你个贱人 不说话你是诺认了吗 随即扬起一只手 朝我脸上打过来 看来他是气急了 完全没注意到有监控 真是给你个套就往里钻 我站着没动 巴掌在我脸上落下 我的头随着啪的一声 偏向一边 工作人员用广播在外面喊 直播还有十分钟开始 请各位做好准备 这次只是给你个教训 踩着高跟鞋 哒哒的回去补妆了 他没看见 我被散落的头发 挡住了慢慢勾起的嘴角 那女人打你了 秦泽的声音饱含着怒气 没事的 我还有录制 先挂了 我声音微微颤抖 带着点哭腔 秦泽又一个电话打过来 被我拒接 随即低着头 给秦泽发了一条信息 你去找人搞一份这里的监控 别让人知道 然后点开手机开始吃瓜 紧号NG女王林小 紧号 紧号林小 NG合集 紧号 紧号区悠悠 VS0小对比 紧号 紧号区悠悠演技 紧号 随便点开了几个 现在网友真速度 连合集都剪出来了 我看着差点乐出声 憋笑憋到身体颤抖 时间差不多了 我照了照镜子 脸上一个红红的掌印显现出来 还有点微肿 这力度不太行啊 真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 又拿起腮红 加深了一点脸上的纸印 再用粉底轻轻盖了盖 左右看看 不满意 又用腮红扫了扫眼尾 幸亏之前糊的时候 经常给自己化妆 让我有了不错的化妆技术 这玩儿 对了 接下来的流程 是让演员参与电影剪辑一小时 此时已经是剪辑师 在刚刚休息时间 加急赶出来的半成品 一开直播 不少人涌了进来 剪辑师好暗啊 这能看见什么 楼上的 这叫防止光污染 第一次参与剪辑 有点激动 都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好无聊啊 等会儿正片的时候 提提我 为了让成品效果更好 直播镜头较远 声音也没有收录太多 我认认真真的 看着剪辑师剪辑视频 老师 我怎么觉得 萧綦的镜头有点少 红姐也点点头 还是应该给新人多点机会 萧綦突然拘了一躬 语气有些激动 谢谢两位老师 把红姐都笑了 这孩子真诚的可爱 老师 我觉得在这里 可以加入一段主题曲 你看这边 是不是用另一段更好 我们这边的氛围不错 连萧綦也在说着自己的意见 时间到 请各位演员上台抽签 半小时后 按照抽签顺序播放成片 上台前 我看见了林小的经纪人 走到导演那边说了什么 导演点了点头 林小组最先上台抽签 几个组员一起按下按钮 大屏幕上数字滚动 最后再气停下了 林小对着镜头温柔的一笑 很荣幸拿到压轴 希望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哇哇哇 女神好温柔 好美 期待女神的表演 虽然但是 考工人看不下去了 想说一句 压轴是倒数第二个 这叫压台 你懂得多又怎么样 你又没人关注 看来我想的没错 他经纪人应该是和导演沟通 争取剪片时间了 看着我们组抽到的一号 嘖 低估他了 他还玩这招 其他还有几组没抽 几个新人纷纷送了口气 一般第一个出场的压力最大 而且 对于投票制的节目来说 第一个出场 如果不够出彩 后面很容易被观众遗忘 萧綦看见这个顺序 立刻慌了 啊 一号 怎么办 一张白嫩的脸 急得通红 连耳尖都泛着红 哈哈 果然是新人啊 这反应莫名有点可爱 好奶的弟弟啊 红姐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也上前安慰他 别怕 刚刚不是看了吗 挺好的 萧綦点了点头 紧紧的嘴唇 透着一丝紧张 怎么感觉趋悠悠也脸红了 眼眶都是红红的 不会是抽到第一 吓哭了吧 这么点心理素质 当什么演员啊 太装了 抽到这么多年了 还装真恶心 楼上太离谱了 都是两面派吧 未黑而黑 笑死 这种人还有人户 抽完签 主持人让大家谈了谈今天的感受 好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作品 主持人说完 直播切换 别吵了 别吵了 来看戏 盲擦一波去悠悠又要抢戏了 我心里冷笑一声 真是人被黑 什么小事都能被翻出来 当初刚进卷 当了恩多替身 终于有导演 愿意让我演个双女主的戏 播出时 另一个女主的戏份几乎被剪光 那个女演员发布了声泪俱下的小视频 说自己接受不了娱乐圈黑暗 决定退圈 邻里暗里暗示我抢戏 我去找剧组 因为咖位太小 也没什么人理我 没有团队公关 只能自己发布了一个小声明 但是很明显 舆论站在了退圈的一方 她是弱者 虽然后来我发现 她是因为接受潜规则 被原配发现 遭到封杀 戏份才会被剪光 没想到这么多年前的事情 还会被翻出来 我知道那件事 当初一部小网剧 最后只剩去悠悠的镜头了 这女人真心急 顺着脸颊滑落 镜头慢慢拉远 太子和皇后一个站在店内 一个跪在店外 最后镜头定格 正骗完 我怎么觉得又被打脸了 刚刚说抢戏的呢 完全没觉得呀 赞同 我甚至觉得 萧綦的镜头多一些 我的天 最后屈悠悠那滴泪 滴到我心里了 看哭了 这是什么美强惨的角色 红姐不愧是实力演员 气场太强大了 屈悠悠没你们说的那么差呀 路转粉了 看她那么多黑料 对她无感 第一次看她演戏 这演技好棒 萧綦新人 演技还带提高 但是挺符合角色的 楼上别无脑吹 这就叫好了 你们是没见过好的吗 屈悠悠这种人品的人 都有人粉 无语 演员是演员 看演技 跟私生活有什么关系 你们是看节目还是吵架 要吵架出去吵 后面几组是新人 没什么流量 大家评论都比较正常 终于到了最后一组 啊啊啊 我女神来了 弹幕整齐地刷齐 林晓勇敢向前冲 袁晓永远支持你 林晓那部剧 和她搭档的一个新人 是一个新进小花妍妍 咖位不高 正片开始播放 随着林晓的出场 弹幕一波波刷了起来 哇 不愧是女神 演得好棒 天哪 女神这身材太棒了 想贴贴 逐渐的 其他人开始觉得不对劲 这在搞什么 林晓个人剧吗 全是林晓的镜头 把我家妍妍当背景板了 妈呀 刚刚就看林晓指指点点 原来是加戏呢 这80%都是她了吧 而且 这剧情怎么回事 708落的 还能怎么回事 但是某人NG没拍完呗 我默默吐槽 我们林晓演技好 又是演女主 镜头多点怎么了 就是啊 胡咖别来蹭 笑死 这对比可真够明显的 我一个路人都看出来 谁在抢戏了 都这样了 你们还有脸说屈优 屈优粉 别装路人来诋毁林晓 正片播放完 林晓的粉丝战斗力惊人 对天对地对空气 直播间热度不断高涨 林晓看着弹幕 做出一副着急的快哭的样子 大家不要为了我吵了 每一位演员都是很努力的 大家都很辛苦 没有内讧了 又被夸了一拨人美心善 最后的投票结果 因为林晓强大的粉丝基础 获得了第一 我们小组得了第三名 节目火了 不少人在网上讨论这一期的节目 其中不少有人将我的表现 和林晓的表现进行比较 再次刷新一下 我发现 秦泽的名字又出现在了热搜上 他在家里好好的 又整啥幺蛾子呢 点开看见 秦泽发了一条微博 光芒快藏不住了 比心 佩图是和抓着的宝宝的手比心 我 网友纷纷评论 请影帝 大家都知道你有娃了 能不能矜持点 你是影帝呀 好了好了 知道你家宝宝了 一岁就会比心了 我怎么觉得他一有所指呢 林晓紧随其后发了一条 我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感谢有你们的陪伴 佩图是一张坐在沙发上手 拿着剧本的照片 后面的钟指向了凌晨四点 心疼女神 这么晚还在看剧本 难怪今天录制这么憔悴 女神一定要好好休息呀 保持好状态 我怎么觉得这一条 是在回忆影帝刚刚发的呢 林晓给这条评论点了个赞 又立刻撤回 但是还是被不少网友看见了 WOC磕到了 WOC磕到了加1 WOC磕到了加10086 在秦泽每次发微博 林晓都会按戳戳蹭一波 秦泽都没有发声明 依旧是晒娃晒的不亦乐乎 这种似乎靠近真相 但是又不知道真相是什么的感觉 实在让人心痒 不少网友磕CP疯狂上头 林晓身上自带流量 节目越来越火 因为有了第一期 NG太多差点翻车的经历 林晓在后面几期状态好了很多 我这几期演技也得到大家认可 渐渐多一些演技粉 但是同时 有人将我其他的黑料挖了出来 说我耍大牌 过河拆桥 演戏用替身 不肯吃苦等 网上评论两集分化 节目来到了最后一期 这期节目组在预告中说 请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 网友纷纷猜测 有的猜是影帝 有的猜是某位三七天王 有的猜是金马奖得主 众说纷纭 节目组的嘴很紧 始终没有透露 连我这个参加节目的 都不知道是谁 录制当天 上台时 林晓走到我身边冷哼了一声 看你还能嘚瑟多久 我没理他 走向了舞台 直播间人数爆满 大家都在好奇 到底请了谁 重量级嘉宾亮相 是圈内著名读舌导演于歪歪 获得他的认可 基本上可以说是半只脚踏上了国际 说起来 我和他颇有缘分 他算是带我出道的前辈 当然 我没因为他踏上国际 相反 还因为他让我之前 本就不太顺的娱乐圈生涯 越走越难 他就是那个发微博说 我把他删了 说我绿茶的人 我这些黑料 多少和他有点关系 节目基本接近尾声 所以留下来的演员不多了 这次节目组采取的形式 是几位演员合作 共同出演一部作品 由于歪歪主导拍摄 开场环节是导演发言 与歪歪先说了一些 比较官方的话 很感谢被邀请来这个节目 这里面其实有一位 我很想合作 但之前没找到 合适机会的演员 林响 镜头给到林响 满脸惊喜 谢谢于导 很荣幸 随后于歪歪画风一转 不过有的人 虽然说演员演技很重要 但是我个人认为 人品也同样重要 说完他停顿了一下 一有所指的看了我一眼 弹幕一下子炸开了 这是什么劲爆的剧情 节目组太会了 打起来打起来 不愧是于大大 直接开丝 那些所谓的演技粉 觉得丢不丢人 于歪歪继续说 所以 这次我想采用 特别一点的方式 大家每个人发一条朋友圈 就发今天天气真好 给大家五分钟 点赞数最多的 不仅可以演主角 还有分配角色的权利 这个针对的意味 多少有点明显 刚发出去 秦泽秒点赞 并且回复到 悠悠也一样美好 怕被共有看见 我秒删 还好摄像机 没有怼着每个人的手机拍 坐在屏尾位位置的于歪歪 也拿出手机刷了一下 然后掠过了 我看向旁边几个新人 你们有谁的网名 叫纯情大猩猩 我们合作过吗 弹幕笑疯了 神体验纯情大猩猩 这谁想出来的 哈哈哈哈 我要笑死了 每个搞笑女 好接地气 我要粉她 旁边几个新人 互相望了望 摇了摇头 嗯 我默默举起来手 于岛 是我 早知道有这环节 我就该改个名字 之前流行这样的名字 一时兴起就改了 觉得现在都打备注 再加上 我从来都不发朋友圈 估计没人会看见 就没改回去 你歪歪手指 在手机上点了点 沉默了 你一直用这个微信 是的 于岛 而且我从来没发过朋友圈 我点开朋友圈 给她看了一眼 她没再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看向我的眼神 虽不见得多喜欢 但至少没那么反感了 此时直播间的弹幕 事情怎么向奇怪的方向发展了 这剧情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撕逼现场呢 虽然但是 纯情大猩猩真的很搞笑啊 她是不是缺心眼啊 搞笑女时锤了 自然一片夸 大屏幕上展现出人物警戒 林晓把手指放到了嘴边 思考一会儿 嗯 我觉得 难以就让萧綦演吧 萧綦进步很大 路人员也不错 被网友称为天赋型演员 一直走到了现在 又一一分配了其他的角色 最后 她说 女儿的角色 我想分配给悠悠 然后扬起笑容 语气里带着点讽刺的味道 悠悠 你觉得可以吗 我看着大屏幕上的几段话 重点标注了 有较多打戏 吊威亚等安排 啊 她故意这么安排 就是想让我难堪 如果这时候我拒绝 那么就坐实了 我耍大牌的名号了 我微笑着点头答应 当然没问题 于歪歪之家了一句 我的戏不用提升 拍摄是第二天开始 今天先熟悉一下剧本 秦泽知道我又要吊威亚 很担心 悠悠 我跟于导熟 我跟他说一声吧 我摇摇头 我黑料已经够多了 你这样 指不定又要传出什么 秦泽满脸心疼 抱住了我 嘱咐道 有我在 你不需要勉强自己 我知道 我自己有分寸 快成功了 第二天拍摄现场 林小刚出场 就被于导喊住了 今天造型师是谁 她现在演的是 穷苦人家的女娃 谁穿得这么好 脸上这么白净 换套衣服 脸抹黑 还有你那指甲 给我剪掉 林小声音嗲嗲的说 换衣服可以 但是导演 能不能不要把脸抹太黑呀 这是甘露丝没假呀 对没关系吧 于导演没惯着她 直接说 放不下面子 就换人眼 林小脸色一白 唯唯曲曲落泪 有不少人赞同于导的做法 林小去继续做装造了 所以只能先拍其他部分 我一步步从替身走来 没有林小那样的包袱 很快 我投入到了角色之中 于导的要求比较严格 几乎每个人都被她骂了一遍 时不时听见她说 你是大女主 不要一副圣母的表情 怎么回事 情绪呢 我要的不是木头 投入 投入 别把自己禁锢住了 不得不说 效果越来越好 第一篇的拍摄结束 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我调威亚的几个戏份 被安排在了第二天最后 还是和林小的对手戏 不行 林小头发把脸挡住了 不对 林小站位 记住站位的点 台词呢 林小 作为一个专业演员 你连台词都忘 每次喊NG 她就摆出了一副 委屈又抱歉的样子 对不起 对不起 导演 麻烦再来一次 我一定可以的 然后背对着镜头 对我挑衅一笑 在又一次NG过后 于导忍不住了 停 放下来 林小区悠悠你们俩过过戏 在下面对了一遍台词 和走位动作以后 于导说 对 就是这个感觉 记住了吗 脖子上开始传来刺痛 我强压住痛感 跟导演点了点头 表示可以再开始 林小又不小心走错了位置 但目不少人觉得不对劲了 她是不是故意的呀 怎么会NG这么多遍啊 楼上的你们都乱说什么 不要污蔑我家女神 谁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连于导看向林小的眼神 都带上了一丝审视的味道 又拍了一条 终于过了 我暂时到旁边休息 脖子的疼痛越来越明显 我开始头冒冷汗 身体也止不住发抖 紧接着 两眼一黑 晕倒前 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 还好我的部分拍完了 我感觉脖子上扎了什么东西 于是睁开了眼 我趴在床上 想扭头看一眼 被人轻轻扶住了脑袋 秦泽温柔的嗓音传来 别乱动 医生再给你针灸 我安心地闭上眼睛休息 针灸完 秦泽再三和医生确认 我没什么大事之后 才放医生离开 秦泽想让我在家休息 但是宁不过我 第二天只能让我继续 去参加节目的录制 不过 他的要求是 必须要带着护颈 秦泽嘛 虽然惯着我 但是偶尔也得顺顺毛 我答应了 直播开始 只见一个女星 脖子套着护颈 脚踩运动鞋 腿穿牛仔裤 上身一件大T恤 在助理的搀扶下 走上了舞台 这么穿 是因为秦泽怕我行动不便 不许我穿礼服 搀扶是因为我低不了头 哈哈哈哈 虽然他很惨 但是这个造型 真的要笑死我了 功德都要扣眉了 他其实是搞笑女吧 怎么有女明星 这么不注意形象 哇 他这个太夸张了吧 掉V呀而已 至于吗 站定以后 灵晓拿着话筒 走到我身边 声音带着哭腔 呜 对不起悠悠 都怪我不好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干脆利落的出声 不能 灵晓一愣 还是轻轻抱住我 只不过 他附在我的耳边 轻轻的说 你比不过我的 这次绝对是我 接着松手推开一步 又是一行眼泪划过 他也不擦 把脸转向镜头 哭得梨花带雨 不用看 都知道弹幕一定在 飘鲜女落泪了 今天是节目录制的 最后一天了 节目中表现出众的演员 有机会参与于 导下一部电影的拍摄 昨天拍摄的正片 播了出来 网络上的大众评委 纷纷点评 但是这一次 于导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随着主持人激情澎湃的话语 最终 我们的于导 将会把这一票给谁呢 有请于导 于歪歪起身 抓起了话筒 在公布最后答案前 我想先说两句 我要跟屈悠悠说一声抱歉 之前的事情 是我没搞清状况 对不起 我选择的人选是 于导停顿了一下 大屏幕在我们几个人之间 扫来扫去 林小早就没了眼泪 一脸自信 势在必得的样子 林小 蹦 舞台上洒下彩色丝带 林小抓着话筒 流畅地说出他准备好的感言 直播间中 于导有没有眼光 我怎么感觉有内幕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 屈悠悠演技比林小好 刚刚那个片段 怎么看 都是屈悠悠演技更好吧 林小完全双眼无神啊 你们就是嫉妒我们家女神 我们家女神获奖众望所归 对于这个结果 我毫不意外 其实昨天晚上 于导就发信息给我了 当天晚上 锦号演员之路 冠军林小锦号的词条上热搜 林小名声大噪 就连没看过节目的路人 也对这个最近频繁上热搜的名字 有所印象 有小道消息说 林小确定担任余岛下一部作品女主 林小手滑点赞又撤回 网上全都传开了 她一跃机身顶流 各种代言 活动纷纷向她伸橄榄枝 这正合我意 毕竟站得越高 摔得越惨 在她确定成为某国际奢侈品品牌 华东地区代言人这天的深夜 突然有狗仔预告 接下来三天会放出当红爱好性女明星猛料 结合最近热度 就差没直接念名字了 林小的公关团队 凌晨加班头都快炸了 想要花大价钱把料买下来 秦泽一个电话 没事的 尽管报 无论他们开价多少 我出双倍 第一天 警号林小与男伦们深夜狂欢视频警号 网友分析服饰发型妆容以及背景 正式拍摄第一期那天 WOC 他在凹什么努力人设 我真是突兀了 他私底下简直是烟酒都来呀 第二天 警号林小霸凌曲悠悠 警号 是在休息室的监控 难怪那天曲悠悠整张脸都是红的 眼眶也红了 我真该死 居然说他装 他怎么这么惨 看监控曲悠悠好可怜 被打了只能自己低着头哭 还得化妆盖上痕迹 天哪 曲悠悠居然得林小当过替身 还被抢资源 第三天 警号林小出国真相警号 这简直是我今年吃过的最大的卦 果然是出国生孩子去了 楼上的你说清楚 明明是出国生私生子 他居然当资本小三 怀孕了还被原配发现 难怪跑到国外 当年曲悠悠的资源 都是林小靠着这个资本抢走的 第四天 警号演员之路内幕警号 居导突然发了一条微博 我承认节目有内幕 我不缺投资 只是因为当初欠了那个投资方一个人请 想要报答 仅此而已 冠军已给 但是我从未说过 让他参演我下一部作品的话 因对方个人原因造成的后果 我将给予追究 配图 一张林小经纪人找他的聊天记录 只要他答应让林小的冠军 林小背后的资本决定投资 网友看后恍然大悟 过了半小时后 居导又发了一条长微博 对我道歉 我与歪歪说话直 有错也敢担当 之前是因为我没备注 闹了个乌龙 你的确给我发过信息解释 但是因为没有备注的微信名 被我屏蔽 是助理告诉我 是他之前在片场发现 当时给某位女演员当替身的你 觉得不错 所以推荐演了个小角色 对我激混淆 在此我真诚的向你道歉 接下来是一堆对我夸赞的话 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最后 我想邀请去悠悠 担任我下一部作品的女主角 之前因为是语导直接开丝 很多演员不敢得罪语导 所以没人为我发声 而这次各种圈外人纷纷转发 为我澄清 就连当年那个退圈的女演员 也说出我被黑抢戏的真相 我身上的大锅终于全部卸下 网友热评 我的脸已经被屈悠悠删成逆风小狗了 屈悠悠狠起来 连语导的脸都打 这些事情曝光以后 林小的十个战姐带领粉丝集体脱粉 俗话说 大粉回踩最为致命 这些粉头又爆了一堆她的黑料 在网友的身巴之下 爆出当时我是给林小当替身 我的天 我发现大瓜了 之前林小拍戏片场 有个群演当替身调威亚摔下来了 还好有热心市民把她送到了医院 我朋友在剧组拍了照片 她今天找出来偷偷发给我了 虽然不是很清楚 但是好像就是屈悠悠啊 也就是说林小知道她脖子有伤 那她最后那天 这女的太恶心了吧 林小被日报评为试得艺人 被永远封杀 品牌全都解约 身上还背负着巨额违约金 因为偷税漏税 还需要不缴税款几支纳金 她被资本放弃 每天都有网友 跑到她和她公司的微博下面骂她 她不得不连夜注销账号 林小彻底消失在大众眼前 连秦泽的微博也受到牵连 不少网友跑来留言 影帝 你糊涂啊 哥 离婚吧 这种女人不值得呀 影帝 千万别给别人养孩子呀 秦泽依旧没有回复 我因为这次节目粉丝暴涨 不少娱乐综艺都想邀请我去参加 各种片约也是不断 我让经纪人全部推了 在家休息了半个月 调整状态准备进组 一年后颁奖礼上 主持人 获得这次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你有什么获奖感言吗 我接过奖杯 对着镜头微笑 很感谢于导给我这机会 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公 是他一直在我身后 众人一脸猛逼 他什么时候结婚的 秦泽从台下走了上来 牵住了我的手 满脸甜蜜 是的 是我 在微博从一开始的劝到后来 直接想骂醒他 坚持不懈 骂了秦泽一年的众网友 信息量有点大 让我缓缓 我脸好疼 微博再次瘫痪 WOC劝这么多年 搞错了对象 我要黑化了 楼上的我知道你想要黑化 但是你先别黑化 快看有人整理出来 暗戳戳的糖 我先科为尽 吃瓜群众再次展现出 他们的强大 有人将秦泽发的微博 和直播时间线对比 恍然大悟 原来每次引递发的 都是针对屈悠 对上了对上了 我说怎么有的时候 感觉奇怪 这就对上了 天哪 我好像还发现了更大的秘密 快组群进来偷偷说 多年以后的某夫妻档综艺 主持人问起影帝 为什么当年不回应 影帝像是陷入了某段回忆 皱了皱眉头 我从不在乎不相关的人 说完 他又满脸骄傲 他说想靠自己 而我知道他可以 影帝的小秘密番外 爱在网上吃瓜的 屈悠悠进了个群 群主 我好像发现影帝的微博小号了 大家别声张 太有意思了 我怕全跑去留言被他发现 他就不更新了 接着甩了一个名叫 深情大沸沸的微博 是他 绝对是他 还没看我就知道 楼上嘉义我还记得 纯情大猩猩 纯情大猩猩本猩猩 几万条微博 都是一些碎碎念 最开始的微博 是在十年前 今天打篮球 不小心砸到一个女孩子 他好白 眼眶含泪的样子 有点可爱 原来他叫QYY 名字真好听 我决定了 要每天都给他买小蛋糕 给他赔罪 就是这样 送小蛋糕的第二天 他说因为我被他们班 一个女生真对了 他不收了 我不想被他讨厌 今天又从他们教室 经过偷看他 他趴在桌上不教的样子 真可爱 他的位置被换到最里面了 有点远 不开心 听说他要报电影学院 我想学计算机 怎么办 我决定了 我要报电影学院 大学见他好难 偷偷扒到他们班课表了 拍毕业照了 他站在我前面 还是那么可爱 毕业了 有点后悔没要他联系方式 今天到影城拍戏 又看见他了 他居然在给高中那个 欺负他的女人当替身 今天是蹲点看他的第五天 出意外了 他掉下来了 我冲过去 把他抱到了医院 还好全服武装 大家都以为我是热心市民 终于加上联系方式了 他不记得我了 他演技可比那个女人好多了 我要帮帮他 不敢被他发现 我偷偷找于导助理 于导说他表现不错 他好像被打压了 都怪我实力不够 不能保护他 今天他终于答应我 跟我交往了 好想公开 他不愿意 他要嫁给我了 好想公开 他又不愿意 他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 怀孕怎么这么辛苦啊 真想替他疼 能能把孩子放到我肚子里 终于生了 龙凤胎 老婆好辛苦 爱死他了 好想公开 他怎么还不愿意呀 大满贯 没憋住 说漏嘴了 这女人怎么阴魂不散 天天盯着我蹭 他说要靠自己 好心疼 网上怎么全是骂他的 我的宝贝居然被黑了 今天表现真棒 一直到今天 他拿最佳女主了 终于公开了 激动 看完以后 屈悠悠心情有些复杂 群里很快刷到了九九家 看完了 我的天 磕疯了 这是什么陷入爱情的 纯情小男孩 学校那段泪怒了 想到我上学时暗恋的男孩子 我们错怪他了 可以看出来他大号 很收敛了 这还是那个高能影帝吗 这明明就是个恋爱脑 往哪边贵能找个这样的 秦泽依旧会在小号上 发一些碎碎念 他自以为没人发现 不知道早有几万双眼睛 在盯着这个账号 他青春期暗藏在心底的情愫 终于被他的他知晓